快进节奏 预见未来 这是这个为什么要学习呢 这是从圣经的观念来看的 刚刚那个Dr.Richard Loveen讲的东西都对 可是呢缺乏一个东西 我们把它纠正过来 把它补充上来 就是必须从人本到神本 而且要从地上的公民到天上的公民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的不同 因为圣经上讲说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敬畏耶和华也是智慧的开端 在箴言书两处礼包都讲到 认识自圣者便是聪明 所以什么叫知识 什么叫智慧 最重要的 还是要认识上帝 要敬畏上帝 然后呢在哥罗西书里也提到说 一切智慧和知识都藏在基督里面 你要得到真正的智慧吗 真正知识吗 在基督里面 这边刚刚也提到了 就说是哥罗西书1章28节 用诸般的智慧教导个人 要把个人在基督里面 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来 所以我们把圣经的对教育的目的 再分析一下的话 就是不外乎知识跟智能 知识跟技能 然后最重要还是要知道 怎么样去使用这些知识 它有智慧 这是会从哪里来呢 根据圣经 根据基督 然后最重要就是品格 它很明显的定义 什么叫品格呢 品格最好的定义 按照圣经来看的话 就是学习基督 像基督 Christlikeness 我们讲圣灵的果子 仁爱喜乐和平 仁爱喜乐和平 仁爱喜乐和温柔和节制 这些都是讲到耶稣的品格 耶稣说我柔和谦卑 这都是品格的要素 所以什么叫品格 就是学习耶稣 耶稣的榜样 在马太福音 五六七章 登山宝序里面 讲的这三章 不外乎就是天国的大宣章 就是讲到天国公民的一些品格 这是很值得大家去做 当做一个标准来看 感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